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的怜悯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就解决了我们 也感谢你为我们定时驾流宝血 为了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主啊 我们要将心归给你 一生永不改变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来唱赞美诗 主在十家 我主为何 流出宝血 愿一人生失望 甘愿代替卑微的我 遍地通风被窗 救出十凤为我追险 被定时下烧海 无限年龄 无限恩典 无穷无边的岸 当窗照住耶稣基督 为众罪人许王 太阳阴长不愿观看 天地昏暖目光 从我尽留伤心眼泪 难保救出大爱 无限知己 深信欲助 一生永不更改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真的很高兴 也很感谢主再次的把我们平安的带回他的家中 让我们大家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全身心都归给我们的神 也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 如果还没有关闭或者讨着精英的 请你们调一下 让我们的敬拜 不受任何的拦阻和搅扰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 诵读神的话语 读诗篇103篇1到2节 起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藏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大家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荣耀归于真神》 他成就大师 为爱是愿神之 此下都圣痴 千上他生命为人 出水受害 用爱是愿神之 用上门已打开 任人可敬来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一听主舍 赞美主 赞美主 万里快乐欢喜 青睁 青睢 青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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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之夜 苏来道福宪 荣耀归主他已成就的失望 救主留保缺炎等全魂与恩 真身应许是非凡心他敌人 罪人终之罪贵若真心相信 一心靠住救命得涉及之恩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聆听主声 赞美主 赞美主 万年快乐欢喜 请来接生至耶稣来到福建 荣耀归主他已成就的失望 福神既知真理他成就的失 接生至耶稣我们欢喜无比 将来建筑人我们必更惊讶 何等几秒改变更纯洁无瑕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聆听主声 赞美主 赞美主 万年快乐欢喜 请来接生至耶稣来到福建 荣耀归主他已成就的失望 让我们依然站立一起闭目低头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又再一次的平安的把你的儿女们 带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主啊 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灵也快乐 因为我们要带着圣洁的装饰 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 赞美你 主啊 你本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你是无上的君王 你却愿意降悲来到这个世上 为着我们的缘故 你丁十架流宝血 在十架上你成就了那荣耀无比的救恩 为的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死亡的权势 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主啊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送赞 统统都归给你 今天 你的宋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在我们当中 也求你带领和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 主啊 求你居首位长王权 你来亲自做洁净的工作 洁净你的圣殿 你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 坦然无惧地在你的面前 来接受你属天的话语 主啊 求你高末 今天 为你出口的同工和所有的贿重 特别是求你 大大的使用你中心的苦人孙牧师 你拖住他 你让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从你而来 让他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出口 你大能的彰显 主啊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带领着我们奔走天路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可以时常地被你的话语所感动 被你的话语所激励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你 让我们的救人可以跟着主耶稣基督 同钉十架 要活出来的不再是我们自己 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把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我这样的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使徒信经 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 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干预 由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丘比达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均间 一切在天从死人中复活 身边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地从那里降临 审判夺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公知教会 我信圣土相控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 英文了 OK 起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of mighty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the palace pattern Was crucified Died and was buried He descended to the death On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He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And He will come to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hristian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in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Amen Amen 下面我们一起应的方式 一起来读 诗篇 十九篇 一到六节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祂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代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底 神在其间 为太阳安设丈夫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遗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下面是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heavens show his handiwork Day unto day utter speech And night unto night rebukes knowledge There is no speech, no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 is not heard Their light has gone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word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n he has set at the tabernacle for the sun Which is like a witch room coming out of his chamber And the rejoiced like a strong man to run his race It's raising is from one end of heaven And it's serving to the early end And there is nothing hidden from his ears 下面是诗歌现唱的时间 呃 现唱的曲目是 扣近十架 And then it's going to be a short you want to be followed And then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示範裏頭增加了一些小朋友們 時間過得很快 小孩子都長大了 現在他們可以參與我們的示範 在我們靠近釋架之前 我們請 Sophia 為我們念英文的歌詞 謝謝 請 question 欣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ear the cross I'll watch and wait, hoping, trusting, ever, till I reach the golden strand just beyond the river. In the cross,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ever, till my rapture soul shall find rest beyond the river. 旧主使我今世家,应有宝贵圈缘。 一只火水面带江,有哥哥他留下。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 直到我幻聚天家,仍化主十字架。 我站近靠近世家,望住此爱安排。 旧主使我今世家,仍化主十字架。 旧主使我今世家,仍化主十字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我幻聚天家,仍化主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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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幻聚天天家,仍化主十字架。 直到我幻聚天家,仍化主,雞灵虎主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荣耀 祈祷我欢聚天家 荣华主十字架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第四段 静心等候十家前 心心彷徨日间 直到读佛四字架 安定黄金美安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荣耀 直到我欢聚天家 荣华主十字架 十字架 你被面前来纪念 他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救恩 请牧师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更多前书十一章二三到三十二节 我们中英文一起念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逐切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不止行 为了十几年 饭后也照应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由我的血 所离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不止行 为了十几年 你们每逢吃这杯 喝这杯 是比较民主的人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刚刚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行叉 然后吃这杯 喝这杯 因为人是喝 若不分辨使主的身体 就是适合吃这杯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习患病人 死了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神 我们受神的时候 乃是被主惨治 免得我们何世人 一同定罪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庭上的父 感谢照顾你 感谢你在主日 聚集我们 到主耶稣的桌子面前 当我们看到桌子上 当作诚实的饼和杯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牺牲 祂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祂的身体为我们剥开 成为我们的生命 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 今天来到饼杯的面前 我们心存感激 我们要感谢主爱我们 感谢主因爱我们 为我们舍命 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救法 让我们因性能够罪得色灵 因性得成为神的额 因性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有一天我们可以到父的家 享受主耶稣为我们主预备的住处 让我们永远可以与主同在 不再分离 我们感谢主不离不齐的爱 我们愿所有的颂赞尊贵和荣耀 都归给爱我们的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为所有信祂的人所预备的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或者没有受洗 当饼碑传到你那里的时候 暂且不要赢量 但是我们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主耶稣被拜的那个晚上 拿几名来诸谢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当饼执行为一个十几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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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饼执行为一个十几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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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饼执行为一个十岁 rapp Piet 勇格的儘弗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永远 只好我还记不见家 天花中十字架 我们副歌再唱一次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永远 只好我还记不见家 永远是我永远 永远是我永远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 饭后 他要照拿起碑来说 这碑日用我的血所立着信约 你们美梦喝的时候 应当不止行 为一个喜记念我 我们第二段 我曾经靠近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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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祈祷 永远是我永远 直到我万一天家 人化者是世上 父歌 世之调 世之调 永远是我永远 直到我万一天家 人化者是世之调 请带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 我们一起来唱第三章 祈祷 祈祷 永远是我永远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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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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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拙 但在那蒙招的 无论是犹太人 犀利利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鱼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下面有请孙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 何为十字架的道理 请敬礼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满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一同在主的桌子面前来纪念主 我们感谢你 在绝书的带领下 我们也来到父神的世恩宝座前 求怜悯 求恩惠 求随时的帮助 我感谢你 你赐福给所有阴性来到你面前的人 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 将你的盼望赐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 能够有永恒的盼望 世上虽然有苦难 但是主告诉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已经胜过世界 我感谢你 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乃是至战至轻的 我们的家就在天上 地上虽然有很多很多难预测的事情 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 当我们看到世上的天灾人祸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尽了 今天借着祭念主 让我们再次重温主的应许 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十字架的道理 主啊今天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有一个愿意顺服的灵 让我们不仅听到 而且行道 主啊我们这时候也纪念 在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 有病痛的 我感谢你这段时间 你带领周思玲姐妹 顺利的通过一个手术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 你让他一天一天身体好起来 主啊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还没办法跟我们在这里有实体的聚会 但是我们相信你必与他们同在 主啊求你就纪念 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陈苏珍姐妹 王前章弟兄 还有弟兄的母亲 还有张成花姐妹 还有路比姐妹 还有很多我们都没办法一一提名的 求你都与他们同在 主啊这段时间 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 他们身份的问题需要解决 主啊求你就让他们在 在这个执政掌权的人面前蒙恩 随听他们的祷告 让他们可以留在美国 自由的来侍奉你 主啊我们也 这段时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缺乏 不管在哪方面的缺乏 求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 主啊我们也为着小孩子来献上感谢 这段时间 他们有些是通过Zoom 有些呢是参加了实体的主学 主啊求你都祝福他们 祝福不仅我们在法上的聚会 还有长岛的聚会 我们这时候 今年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 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徒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职业 行在地上 祝福行在天上 我们是用的礼食 祝福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每个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识探 救我们脱了凶了 因为国度全命 能到全身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大家请坐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何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没有信主之前 很多人见过十字架 十字架并不陌生 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你是想到什么 看到救死无伤 特别是在中国 医院的标志是什么 十字架 我们看到 十字架的时候 我小时候看到十字架 我就在问 为什么是十字架 为什么不是三角 不是六角 是十字架 那等到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十字架 是跟主的救赎有关的 所以这个十字架 非常的奇妙 然后呢 等到后来 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 特别是 有一些女士 喜欢戴着项链 这个项链呢 有什么 十字架 有时候 我信主以后呢 我以为说 戴十字架一定是信主的人 所以我问 你是不是基督徒 那你说什么 OK 所以他戴十字架 但是呢 他不清楚 这个十字架的含义 那今天呢 我们要问自己 我对十字架 究竟了解有多少呢 十字架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个十字架呢 这里说是神的大能 什么大能呢 什么大能呢 是生命的大能 我们知道 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误解 认为说 我们的信仰 跟其他的信仰 是差不多 有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很多 哎呀 信什么都是一样 都是 叫我们如何做好人 行善 你心目中的信仰 你现在所持 持守的这个信仰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交通 让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的信仰呢 其实是告诉我们 你是没办法行善 是不是 其他的信仰呢 就告诉你 你要怎么行善 所以在人的心目中呢 所有的信仰呢 宗教信仰呢 就是告诉我们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如果用英文来讲呢 就是有一系列的do 要做什么 那不该做什么呢 一系列的do 那结果呢 我们有时候就很混乱 因为事情呢 发展 这个世界发展得很快 好多事情 每天都是新的 OK 人家问呢 这个能不能买彩票 我问你 能不能买彩票 OK 那么有些人就不可能 那能不能去那个赌场 OK 还有一个 能不能抽烟 能不能喝酒 那这些呢 在圣经里头 有没有答案呢 结果你如果说 我们的信仰这样 我们每天都要增加很多 那对小孩子来讲 能不能上网 能不能打游戏 这些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自己确实做了 因为我们虽然可以知道 不可以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能力行出来 很多时候 那些这个吸毒的人呢 我知道吸毒不对 吸毒不好 他知道了 然后他还去吸 是不是 你知道不好 为什么还去做 他说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 这就是我们人的悲剧 我们靠着自己 我们做不到 还有一个 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如果我要上天堂 要得救 我就要行上事 那究竟要行多少上事呢 才能够让你得救呢 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要行多少上事 你问那些 这个某一个宗教里头的那个领袖 问他说要行多少 他也不知道 比如说有些人讲说 哎呀 你要上七天 又怎么样才能够上七天呢 他也没办法告诉你 其实你一直做下去 做到有一天 你要死的时候 你可能 其实他也不知道 那今天呢 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的好 没办法达到神的要求 神的要求 根本你我都做不到 OK我做 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比方 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大陆来的 中国大陆 还有些人从香港来 有些人从台湾来 那我们知道 美国跟大陆跟香港跟台湾 其实他就割了一滩水 是不是 这滩水叫什么 就是太平洋 是不是 OK 如果我们今天呢 哇 要回去 坐飞机回去 能不能走路回去 没办法 能不能游泳回去 如果假设 我们今天大家都会游泳 OK 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会游泳 像我们的渔船道 他可能一下子可以游一万米 一万米 那现在呢 我们要回大陆游泳去 我会游泳 但是我大概可以游两百米 所以我们跳下去了 两百米以后呢 我就沉下去了 那渔船道还一直往前 但是呢 他游到一万米呢 他也沉下去了 那这个大陆跟美国呢 隔了这个太平洋有多远啊 十万八千米 十万八千米 你根本就游不到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上天堂 我们这个距离太远了 神要我们行善 这个善呢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距离 你我都达不到 那我们听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 是不是一个祸因啊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 不管是渔船道 寒船道 我都达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用水路为大陆 比如说 今天有一艘轮船 然后呢 你只要相信这个轮船 进了这艘轮船 那这艘轮船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能带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艘轮船就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只要你相信 你进去 进到耶稣基督的理念 他就能够把我们带到 幸福的彼岸 他的路已经跟我们讲好了 你不需要靠着自己的行善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 得救是本乎恩 恩就是拜拜给你的 也因着信 信是什么 就是接受 所以我们今天呢 神要带我们过去 你只要进耶稣这艘船 信他 你进在里面 他就能够把你带到 幸福的彼岸 所以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 这十字架的道理 然后这里呢 告诉我们说 是生命的大能 OK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呢 我们人会说话 人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是因为 神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生命的奥秘 真的 这个世人解释不清楚的 有些人以为自己 非常的聪明 但是他 用人有限的头脑 来理解神的奥秘 是理解不来的 比如说 我们生命的奥秘 真的 你我解释不了 如果不是神解开 我们没办法明白 有一个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他说 我这头脑 什么事情 我都能理解 那 有个传道人就问他说 为什么 你吃饭 你吃面包 我吃面包 我吃饭 吃牛 喝牛奶 但是为什么 你的皮肤就是黑色的 我的皮肤就是白的 你理解吗 你理解吗 你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长出来就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牛吃草 羊吃草 吃的完完全全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长出来的就是牛 长出来就是羊 就不同 为什么 你这个头脑 你能够理解吗 你理解不了 这个就叫做生命的奥秘 生命的奥秘 然后生命的大能 如果我们要行善 行善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 这个没有主生命 在我们里面掌权的那个生命 你能行善吗 有一些人说 我不用信耶稣 我照样能够行善 你能善 你没办法 因为世上的人 行行行 行到一个地步 他行不了 但是如果主耶稣给你的生命 这个生命呢 他能够行善 而且这个生命不犯罪 因为是生命的问题 OK 有一些人呢 就不服气 其实呢 我们为什么不同呢 都是因为教育的不同 你如果教好了 不管怎么样的东西 他都能够行出 你要他行的 OK 结果呢 有一个有钱的 有钱人的小姐 她说 你们一直讲说 这个猪 猪就一定是脏 猪一定就是懒 猪一定就是笨 因为我中国人讲 笨的像一头猪 我们是这样讲 然后今天呢 我就想用我的办法来改变这样的现象 结果呢 这个小猪 生下来呢 这个小姐就把他带到家里 那在他家里什么 每天呢 早上的时候 他就跟他洗澡 然后呢 甚至还刷牙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小姐 吃面包 吃牛奶 也给他吃 有时候还可以让他品尝一下咖啡 然后呢 这个猪啊 出门的时候还穿衣服 穿衣服 哇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猪呢 几乎跟人一样 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结果那天呢 这个小姐说 我现在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猪已经改变成人了 所以那天呢 就请了很多人来看 去到花园那里呢 刚好前天下了雨 在花园里有一滩水 那个猪 这个小姐 牵着这头猪 去到花园 本来就在花园那里 他们一个亭子 他们已经摆好了 所有的这些 好吃的东西都摆好了 等一下呢 这个小姐呢 就要向她的亲戚朋友 来展示 这个猪也可以跟我一样 喝咖啡吃面包的 可是很一样 结果那这个猪呢 去到花园 看到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这堂水 结果 她看到这个水 不知道 里面有泥 不知道 过高兴 马上 就冲过去 不管这个小姐 怎么拉都拉不住 她就一到里面 就在那里滚了 这个小姐在那里说 哇 从外面看到这个猪 这么高兴 因为这是她的生命 是不是 人的生命 跟猪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 一个主耶稣的生命 跟这个罪人的生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 神给我们生命 这个生命 是有能力的 这个能力是大了 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 能够行善 所以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神的道理 我们今天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 第一场我们纪念主 第二场又纪念主 我们纪念什么呢 就纪念主耶稣 在十字架 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主耶稣 在十字架 教杖为我们死 但这个死呢 对于好多人来讲 特别不信的人 他们认为 这个是很疑作的事情 有一次我传福音给一个 好像很有学问的人 然后他听了之后 不屑一顾 然后你们这个道理 太笨了 主耶稣要救人 结果呢 人还没救自己就死掉了 这笨不笨啊 你觉得笨不笨啊 如果用我们的头脑呢 我要救人 起码要保证自己活着 然后呢 去救一个人 人不死 但是主耶稣 你救人 自己先死掉 这样的道理 太笨了 太愚蠢了 所以很多人呢 觉得是 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但是释迦的道理 释迦是神的什么 神的智慧 我们一起读 就读经上手记 要念玄智慧的智慧 要念玄智慧的 的聪明 OK 好 这就告诉我们 你要理解释迦的道理 你用人的聪明 用人的智慧 是完全做不到的 因为人 我们人多聪明 它的极限就是人 OK 比如说 一头猪 它的智慧呢 多厉害呢 它就是猪的智慧 OK 一条鱼它的智慧 也就是鱼的智慧 有一些人讲说 鱼的记忆 只有多少秒钟呢 七秒钟 也就是它 它七秒前见到你 然后七秒以后 它就不知道你是谁 这个是鱼的智慧 那人的智慧呢 你只能想到 你眼睛看得到的 耳朵听得见的 还有思想里头 人能够想到的 它很多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 OK 所以主耶稣 神用这个词 叫人以为一作的东西 来虚掉智慧人的智慧 主耶稣讲过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十了 就仍旧是一粒 若是十了呢 就能够什么 结出许多的子律来 也就是说 主耶稣就是那个麦子 你麦子呢 你要它结出很多子律来 它首先必须什么 死 如果它不死 它生命的大能 就没办法被释放出来 这是神的智慧 所以好多人 因为说你要救人 你先要救自己 所以主耶稣 住在指甲上的时候 那些人说 你如果是神 你先救你自己 但是主知道 如果他不替我们死 我们今天世上的人 就没办法得到神的生命 因为他就是那个 带着神生命的那个麦子 他一旦死了 他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律来 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来讲 有两个节日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节日是圣诞节 因为那天圣诞节 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然后另外一个节日是什么 就是复活节 在复活节之前还有一个什么 寿诞节 如果主耶稣没有死 就没有活 是不是 4月15号 我们要到脚圣诞里去参加 一年一度的 寿诞节的聚会 这个聚会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聚会 如果我们每个人没有 任何一个人没有 经历这个寿难节的时期 我们就不能享受 复活节带来的祝福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要播平纪念主 这个故事 这个事实 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徒必须经历过 必须理解的 其他的宗教 他不需要 不需要这些 不需要 因为他们就是 叫你做 叫你不做什么东西 但是他没有给你能力 我们知道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教育家 很多很会教人的这些人 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就是谁啊 孔子 孔子很会教 我从小到大 整天是要去学习的 我长大的那个年代 一个礼拜起码要学习几次的 那个是什么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教导我们 什么什么 你现在呢 叫我背诵老三天 我起码可以给你们背诵 三天背不到 但是一天可以背出来 但是这些教会有用吗 没有用 什么斗诗批修 里面呢 这个诗心 那个诗心你斗他 有用吗 越动越大 这个诗心越来越大 这个讲要除掉这个诗心的毛泽东 其实呢 他就是一个诗心很大的人 因为教他的 他自己做不到 但耶稣叫我们 用我们十二几 他自己做到了吗 他做到了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里头呢 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是神的智慧 因为他用这个十字架 所成就的一切 让我们得到主的生命 让我们有着这个生命 能够经历这个生命所带来的大能 这些呢 都超过人所想象的 这里他讲了三种人 世界上的三种人 这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 第一个是什么 智慧人的智慧 聪明人的聪明 然后这里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界上的辨识在哪里 OK 世界上的有些人呢 说他自己很有智慧 那在历史上呢 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那些哲学家 有很多子 这个别的国家没有 我们不仅有孔子 我们还有什么 孟子 还有什么 庄子 还有什么 杭辉子 还有什么子 老子 我们有很多很多子 这些呢 都被公认是智慧的人 然后呢 文事 文事是什么呢 文事是超圣经的人 这些人呢 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我们今天呢 操东西 我们不认真 他们穿操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我有一次到圣地 就是以色列 去到一个地方呢 他们告诉我说 那些地方呢 就是那些文事 他们住的地方 去到那里 没什么家具 但是呢 在那里呢 前面有一个池子 后面有一个池子 就是 有很多这个池子 给他们去洗澡 为什么洗澡 对他们那么重要呢 因为他们在超圣经的时候 每次超到耶和华 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们马上要停下来 马上去洗澡 为什么 他以为洗了就干净了 就圣洁了 才能够写这个名字 比如说 在这一页里头 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二十次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一项里头呢 他要洗二十次澡 所以这些人呢 在信仰上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不像我们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说信耶稣 你真的有别人认真吗 有没有 没有 我问一下一个问题 你们今天早上 来聚会的时候之前 有没有向耶稣祷告 有些人说有 有些人不敢说有 因为实在是没有 OK 我那次去中东 经过了很多这些伊斯兰的国家 伊斯兰教 他们一天不知道要祷告多少次 而且他的祷告呢 是公众都有祷告 我记得 我那时候坐船 经过红海的时候 到了他们祷告的时间 所有的电视节目就停下来 然后呢就开始祷告 祷告在这艘船上的水手 服务人员 所有的人全部停下来 只剩下那个 一个在那个驾驶 驾驶室的那个人 所有的人停下来祷告 我问一下 你祷告的时候 是坐着祷告 还是睡着祷告 还是站着祷告 站着 有没有跪下来祷告 跪着祷告 他们这个 那个祷告的声音起来 不管你是在床上 在路边 在什么地方 他是跪着祷告 所以非常的认真 我们真的要想想看 但是这些人呢 用他们的热心 也都明白不了圣经 还有一些人呢 辨识 那些最会跟人家辩论的那些人 这里所列出来的是 世界上人们以为最有智慧 最有聪明的人 他们都不会没办法理解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呢 能够理解神的智慧 是神的怜悦 有时候我跟别人传福音 特别是 我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在大学里头教书 有机会跟这些 在大学里头教书的这些同事 或是什么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讲归你讲 但是我要去研究研究 但是研究以后 回来 有没有信了 没有 研究回来 能不能明白圣经呢 研究没办法 告诉你 圣经 能够明白圣经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神 观照 启示给我们 所以你以为说 我自己很聪明 我自己 直接查字节 查这个材料 要明白神的纸巾义 没有用 如果神不起事 神不光照 我们是没办法明白的 所以十字架道路 道理我们今天能够明白 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 不要讲说 你这笨圣经都明不明白 笨人 只要他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 神光照他 他比你还聪明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等到最后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那结论现在 先不说 然后第三 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我们为什么需要拯救呢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有些人讲说 我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 哎呀 还不完吗 OK 我最久的东西 还没有得到 我这个人生呢 还没有 心想事成 所以是我的遗憾 有一些人呢 哎呀 我 我这个一生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从来没有 这个口袋里没有放过一百万 各种各样的遗憾 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罪 罪 如果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那我们 死后要去什么地方 就要到地狱 要到火火里头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 我们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要得拯救 我们大家现在 都朝一个方向 没有信主的时候 都朝一个方向 这灭亡的路上 这个灭亡的路上 它是没办法阻止的 因为罪 使我们一直的堕落 一直堕落 最后就沉沦 在地狱 下到火火里头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今天 有没有钱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钱了 你又没有下地狱啊 还要下地狱 你有十套房子 要不要下地狱 要下地狱 有些人说 我最大的 这个遗憾呢 就是 我 没有孩子 有孩子呢 我就完满了 有些人说 我一直在追求 我要有后 我信成 我希望 下面还有好几代都信成 你是生的时代 你后面有时代 但是你没有耶稣 你的罪没办法解决 你还是要成本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个人 就要得拯救 唯有十字架 能够来救我们 OK 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 就告诉你 怎么自救 你要怎么做好 我经常想到 如果我现在不会游泳 我一定掉在水里 但水又很深 那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旁边有一百号人 告诉你 说 你的脚应该这样踢 你的手应该这样滑 告诉你 有些人说 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动 你就在那里 你就要会佛的 然后我听谁的 我听谁的 能不能最后得到拯救呢 我没办法 耶稣也没有 耶稣对我们不是说 你要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你就能够得拯救 耶稣呢 是什么 你只要向我求告 向我求告 主耶稣就把我们拉起来 这个就是实价的道理 就告诉你 你没办法 你只要相信 求告他 结书就把你救出来 这就是实价的道理 不是要靠你去做什么 不是说 有些人讲说 哎呀弟 你要信耶稣 你要交奉献 你还要保证一个礼拜 起码上教堂一次 那有些人呢 听到这样讲 有一个年轻人 我们带他来教会 最后呢 他听了好长一档实验 然后最后 他就告诉我说 我现在还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我不能保证 每个礼拜都来上教堂 我不能保证 我每个礼拜都奉献 我说你在我们教会 听这么久 我有这样讲吗 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我们要得救的是什么 就是信 主耶稣已经在实价 为我们完成了这些救恩 已经完成了 你只要向他求告 他就把我们拯救 只要相信 接受他的拯救 你就得救了 所以实价的道理是什么 是神的拯救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 有三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 第一件事情 实价的道理 是神的大能 神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改变 你知道 这改变生命 这个事情呢 是人的能力做不到的 人能够胜天 定能胜天 那人能胜天吗 有些人说 你知道 人也能够造鸡蛋 人也能够造草 但神的创造 跟人的创造 有什么不一样呢 人造的鸡蛋 能够辅出小鸡吗 不能 人造的草 能够再长出来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人造的鸡蛋 没有生命 人造的草 没有生命 那神造的草 有生命吗 有生命 它能够长出其他的草 人造的鸡蛋 它能够长出小鸡来 因为它有生命 所以这个 是神的大能 现在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是有件事情 人做不到的 就是生命 今天 我们到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服下来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他给的 我们人现在 父母给我们的生命 只能 活一百多年最多 但是如果我们信主 祂给我们的生命 是永远不灭亡的生命 OK 然后第二个 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用人的智慧 因为人的智慧 没办法理解神的智慧 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 谦卑 谦卑 读神的话语 不要再 有一些人 不谦卑 不圣经 但是这讲的 没有道理 这圣经 还不如我写 我们要谦卑 谦卑才会顺服 然后再一个 神 释迦道理 是要你我得拯救 今天 离这个受难节 护活节 只有最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仔细的想想看 今天 的话不多 但是这个话 是出于神的话 我们要留心 我们要相信 要接受 好 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 请几例 歌歌大山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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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大山与沙 歌大山与沙 歌歌大山与沙 父是赐家 被识人说行事 我却以识家为宝贵 深爱识主耶稣 奢习天堂荣华 愿被父是家 忘了得他 国外高知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去荣卷方向 我一生要被主十字架 到那天的环空一万年 各个踏刺自家 却有学习奔奔 我看他人生尖化美 天旧主在世下 被我追的定时 我追何却深远的正义 故我爱高知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去荣卷方向 我一生要被父是十字架 到那天的环空一万年 为成途旧主十字架 我愿永远忠诚 感受世人如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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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主快要拆来 迎接我到天家 愿旧徒同向 永远荣耀 故我爱高知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去荣卷方向 我一生要被父是十字架 我一生要被父是十字架 到那天的环空一万年 请坐 感谢神 感谢牧师给我们分享 这么宝贵的信息 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在座都能够真正的明白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 而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请私宪的姐妹到台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长阔高深的爱 谢谢你许许多多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的救赎之恩 谢谢你为我们留下保血 设定我们的一切罪犯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让我们有远深的盼望 主啊 你设的边相 是让我们得医治 主啊 愿你的大容彰显 谢谢你的怜悯 在中国大陆 那里的疫情还非常严重 愿你保守我们的家人 能够平安地度过那个疫情 主啊 你是全能的神 愿债的父 和平的君 愿你的大能爱 充满在这个世界 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可以互相包容能耐 有你的爱在他们中间 让你的丈夫 可以尽快地停息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和平之君 我们只要完全地 顺服 依靠你 谦卑 顺服 向你祈求 你都会从天上释下 这些愈大愈难的智慧 我们祈求你的帮助 这些是我们正观教会的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的奋献 愿你愿望 并释下你的祝福 这样子祷告 我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问今天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木道友 请你站起来 介绍一下你自己 可以吗 你好 欢迎你 请问你是姐妹吗 OK 欢迎你 欢迎你有机会常常来到我们当中 请问你怎么称呼 我叫Daisy Daisy 好 谢谢 欢迎你 请坐 还有吗 好 那下面我们 请大家打开周报最后一页 我们4月15日 礼拜五的晚上7点30分 在脚师使命中心 有举行受难节的崇拜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参加 另外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周间各个时段的茶经祷告的活动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抽出一两天 抽出时间来参加多多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 OK 下面有请孙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大家请起立 欢迎 我们今天很高兴 这个 Andy 本来一直都很忙 但今天他回来 然后他这样也来 高兴 然后 朱迪姐妹 也在我们当中带了他一个朋友进来 我们欢迎他们两位 OK 我们没办法一一的介绍 就欢迎 还有一位弟兄 他也是开大车的 他也是 难得今天到我们当中 请你提手一下 OK 我们在接受神祝福之前 请对你旁边的人讲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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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神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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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坐 莫岛上会